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天已经消化差不多了 很少人会等到最后一天才来卖的啦 想要在过节前先退场的都会提早 所以反而到最后一天 卖相对来说就来得比较轻 那今天开盘之后蹲下去就上来了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小张小跌 道琼是小跌六三点 纳斯达克涨0.14% 分成报酬体昨天是再创历史新高 开低走高创历史新高 所以分成报酬体创历史新高 本来对台北股市的电子股就来得比较有利 好 现在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涨0.18% 日本涨161点 日本又把昨天跌了给补了回来 昨天跌了180点 今天目前涨160点 所以日本股市表现还是相对很强 大陆股市目前平盘上下 分别小涨0.11%跟小跌0.11%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预估量 2703亿 今天一开始的买盘是从 韩股先开始 可是韩股 大部分以目前来看 当冲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高 因为最近市场 资金流动很快速 往往都是一天两天 就休息了 目前电子股占47% 韩股从昨天的11% 今天增加到19.5% 那塑胶股昨天涨一天 今天7.2% 塑胶股昨天4% 今天变7.2% 所以你慢吞吞看人家涨了 你今天再去追 那你又要套住了 你看今天塑胶股 昨天二线塑化股很强 那很多人看到二线塑化股强了 今天再去追 又来不及了 对不对 又是开高走低 昨天台化 台剧亚剧 今天台剧亚剧又是报大量 昨天7万张 今天14万张 变成开高又压回 所以说你 像最近市场信心不够 流动很快速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墙之后 再去追 你往往一追下去 都是会套在高点 所以还不如改变方式 以比较波段的视野 去做安排规划 才不会看到空 抬下去 你看化工股就很明显 对不对 化工股永光 昨天36万张 那今天就挂掉了 中华化昨天也是报大量 中华化昨天报大量 15万张 今天就打到快跌停板了 所以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我经常这样跟大家讲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很危险 尤其在这种资金流动 这么快速的时候 说话股长线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因为本质还不错 只是市场目前资金流动 很快速 所以它涨一两天 就会掉下来 那你要建议就等压回 再买就好 这是说话股的部分 那今天行股成交量 比昨天快速的回升 今天一开始就是从 长龙 阳明 开始转强了 阳明目前成交量 66,000张 已经跟昨天一整天 58,000张已经超过了 所以今天阳明应该会有 正常来说 应该会有10万张的成交量 应该会有10万张 到12万张的成交量 那长龙 昨天7万张 现在已经8万张了 只是电子股又起来了 今天电子股起来 台积电 联发科都起来了 那台积电联发科一起来 市场资金一笔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 阳明长龙先动 电子股没有动 那现在 台积电跟联发科一起来 那长龙阳明的资金 有可能就会又 重新再流到电子股去 所以长龙阳明 你不要去堆 蹲下来点缺 有点缺 不要去堆 等低阶不追高 我跟大家讲过 时间才没走完 等时间 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来买 昨天我跟大家谈过 大行情要来了 记不记得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谈 大行情要来了 为什么大行情要来了 因为台北股市每个月 至少都有一千点以上的震荡幅度 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只有 511点 显然是不够的 那我都把时间标给你看了 10天 7天 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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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下来 这里下来 注意时间 注意时间 那果然今天行情就开始在动了 今天行情已经开始在动了 目前已经涨了119点了 我最后提醒你了 大行情要来啊 那可能有些人 我昨天讲的可能不是听得很详细 那大行情来到底是要上还是要下 我常常已经说得清楚啊 行情还没走出来 我们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可是它有个比重高低嘛 对不对 比重以外资 目前在这500点里面 买了1400亿 外资是偏多的 那既然外资是偏多 所以大行情上下的比例来说 上70%的机会 下三成的机会 所以以上为主 以上为主 我不是模拟两可 有人就认为说 啊就在模拟两可了 掌你也对 跌你也对 我跟你讲那么清楚了 行情还没出来 它都有几率 只是几率的高低 外资在这500点里面 买了1400亿 外资是偏多的 所以到时候方向出来 以上为主 上的机会七成 下的机会三成 我也没有模拟两可啊 是不是 那你不能说行情还没出来 就很武断说 一定是怎么样 当然我要这样讲 当然也可以啊 到最后总归怎么样 总归还是要赌一边嘛 是不是 赌上赌下嘛 那我的做法 我认为上的机会是比较偏高的嘛 那今天行情已经开始在动了 目前涨107点 涨107点 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动了嘛 台积电目前涨了6块钱 更重要的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 过了半年线 联发科今天站上半年线 948元 联发科目前最高已经来到952元 那联发科一发动 那么整个市场资金会回归到 会回归到高获利的族群身上 所以今天高获利的族群 国聚也被带上来了 国聚就买起来了 今天日本太行优电 又涨了1% 又创新高 日本太行优电这一波 已经涨了75%了 国聚才19%而已 所以联发科只要一发动 整个国聚后面就会跟着上来 那今天联勇联发科一涨 联勇也跟着一起上来 敦泰 也都跟着一起上来 所以联发科指标的意义 太重要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目前初生段已经走出来 初生段走出来 那在等初生段谁能够接棒 初生段已经走出一线三百点来了嘛 对 现在就看初生段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接手 蹲下这一波也走出来了 现在就初生波什么时候开始启动 那就是看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 已经开始过半年线了 所以整个主生段行情已经开始在 慢慢加温当中 所以高手要快 你不能再观望下去 再观望下去 行情都走完了 你再想要做 就它又没辅了嘛 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今天金融股占成交比重 今天降到3.5% 今天金融股相对 这种走势就是稳啊 他也不抢功劳 也不抢市场资金 外市虽然一直买 可是投资人对于金融股 还是比较光望 还是比较光望 那这两天有很多人在问 大陆的恒大银行恒大地产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 会不会拖累台湾的银行股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啊 为什么说见仁见智 央行已经讲了嘛 对不对 金管会跟央行已经讲了 台湾的银行在大陆的铺险部位 什么叫铺险部位 就是有去大陆做投资的部位 大概2200亿 那有放还给恒大集团 跟恒大地产的只有2亿而已 那2亿影响大不大 影响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看你见仁见智 你认为2亿 或许还会有其他变数 你如果这样想 那我也没话说嘛 那如果认为 央行说2亿 有正式放还给恒大集团 跟恒大地产的 大概付钱不会是2亿 那2亿只有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影响也没大 那你自然就能够放宽心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啊 央行已经把数据告诉你了 那今天富邦金跌一块钱 国泰金跌两毛钱 这个也都不多 R56继续挡就好了 今天2915论泰权还是比较强 论泰权又来高点 一百四十四块 这泰权就好了啦 反正都赚一倍了嘛 赚一倍就把它继续放着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因为量还是不够啊 占比重只有48% 所以还是个股的天下 可是联发科一动之后 对于高获利的股票 相对带动机会是比较强的 目前联发科涨了14块钱 所以面板驱动IC 今天也开始在转强了 今天红海跟红准 也都涨1%跟2% 那红海红准在涨跟 新车发表 接下来可能会新车发表有关系 玉龙汽车 今天涨了6.6% 你看新车一倍曝光之后 连转三天 中华汽车 也跟着一起水涨船高 这个只是个话题啦 为什么说只是个话题 你现在只是一辆雏行车 出来亮相而已 那接下来 谁会量产 因为玉龙汽车如果有能力量产 那何必跑去欧洲打造呢 对不对 那紧接着 好那就算开始量产 开始销售 那卖的好不好 又是个问题吧 因为有在卖电动车的品牌太多了 大陆一大堆电动车 那国内的市场里面 Toyota那些 各车厂也都在出电动车 那你玉龙跟 红海打造的电动车 又能够抢下多少的市场 所以真正的考验才刚要开始而已 所以初期这个只是一个造势的活动 一个话题造势的活动 那既然只是个话题跟造势的活动 那你就不要去追过高 就不要去追上去管 未来的销售数字 能不能抢下一片江山 那才是未来真正要注意到的问题 也关系到未来的一个获利 你看今天金测也大涨 所以我说联发科一涨之后 高获利高成长的股票 都会刷刷起来 今天文贸也涨了2% 原相也涨了2% 都是被联发科给带上来的 今天联帽台药 分别涨4%跟2% 所以联发科的意义非凡 联发科能够发动 对这些高价股高获利的族群 尤其在底部的 带动效果 就会来的比较明显 因为钱会吸过来这一边 你看今天 性向也涨了9块钱 对 国具也上来了 所以如果电子股联发科 再走强 那么整个资金吸引到电子股来 那个比重会拉高 其他传送产业部分都要税里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滑硕 一度涨到329元 这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底部已经出来了 外资连买了4天了 外资连买4天了 这也会开始慢慢的加速 所以接下来联发科的强度 在关盘上一定要注意 那国具今天涨了8块半了 国具接下来还是要看 年限 488块当时站起 一站起其实要上去很快 要去不去而已 真的要去一天就上当了 所以国具这也是未来 你要特别注意的焦点 现在有很多赚大钱的个股 股价都还在低档区 都还在底部区 你要去布局这些股票 到时候中秋节过完 整个行情方向开始冲锋的时候 整个行情方向开始出来的时候 到时候你就准备收割 准备赚钱 不过你等行情开始走 你才会开始去追 那又落后人家一大段 所以林和宴在这两天 特别提醒你们 后面有大行情 要注意 后面有大行情 初生段出来之后 修正坡 即将开始进入主生段 现在融资都还不敢买 投资人都还不敢买 心里面都还有疙瘩 都还有压力 四天假期也没什么 本来就两天正常假嘛 加上两天的假期 两天一路就够了 放宽心 赶快找 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还很低了 赶快布局 迎接大行情的来临 你如果怕做不对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